这几天除了忙着搞模拟装备 还办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驾照的翻译和公正 我们要出国模拟自驾 驾照要怎么办呢 我们的驾照是中文的 出了国别人看不懂 也不一定认它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外国 都能看懂的国际驾照 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 全球通用的国际驾照 因为每个国家的交通体系 是相对独立的 每一个国家的交通政策都不一样 只是说我们要准备一个 能够被更多国家地区承认的证件 之前有人推荐去香港 换一个国际驾照 后来我问了一些香港的朋友 他们说其实 那个也不是国际驾照 只是说香港的驾照呢 能够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 就像香港的护照 可以免签通行大部分国家一样 而且办香港的驾照 也是有条件的 如果你持香港驾照 但是非香港籍的话 有些国家也不一定认的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特意去办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准备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白本 一个是这个翻译公证书 这个白本呢比较简单 就是在支付宝上面搜索 国际驾照翻译公证 进入这个界面之后 你根据提示一步步操作就可以了 这个是免费的 只需要交十几块钱的快递费 第二个就是我刚办好的这个公证书啊 就是把驾照翻译成英语 公证处进行公证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公证处 导航可以搜到哈 带上你的身份证和驾照过去就可以了 我翻译了两个版本 一个英语的一个俄语的 公证处只负责公证 翻译呢你也不用担心 他们有推荐的翻译公司 英语驾照和公证翻译110 俄语驾照和公证翻译270 反正公证费两份是100 总共花了480 本来呢其实不麻烦的 但是因为我的12123上面是锁住的状态 公证处查不到我的驾照档案 我就只能又跑了一趟 六八村的贵港市交警支队 解了锁 开了一份驾照档案的证明 又跑回公证处来递交资料 交了资料之后呢 就是等通知过来领证哈 所以为了这份翻译公证 我跑了4趟 我今天过来领这个翻译公证件 工作人员还问我要不要做认证 就是要密封装好送到南宁的万事办去认证哈 我问了两个最近在欧洲摩里的朋友 他们说其实这个公证件都没有查过哈 只是做了有个保底吧 嗯所以我就不打算去做认证了 明天我要去南宁亚马哈中排店改车了 根据前面视频评论区建议哈 我先确定要改的是 第一主油箱改成10升 第二坐桶里面再加一个6升的附油箱 第三装行车记录仪 第四加设灯 第五加加热手把 第六改封档和前连 第七加车尾架和尾箱 第八换真空轮毂 第六脚踏和护杠 有关坐垫和检震呢 众说纷纭意见不统一 先保留不动吧 明天下午开始直播改车哈 想要跟我学习一下摩托车知识的 可以到我的直播间里面来凑凑热闹